广东男子救人被勒索 无奈自杀证明清白 广东合园的吴先生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一个老人躺在地上 他直接把老人送到了医院 还为老人付了一些医疗费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等老人醒来之后 迎来的不是感激 而是敲诈 老人一口咬定 是吴先生撞了他 不管他怎么解释 别人都不相信他的话 老人的家人说 你没撞人 你怎么送他去医院 还主动支付医疗费用 老人一家要求吴先生赔偿 他当时选择报警 但警方发现现场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监控 也没有证据表明吴先生没有撞人 无奈之下 吴先生跳躺自杀 选择用死亡再捍卫自己的尊严 在吴先生死后 老人才说出了真相 并非吴先生撞了他 而是他自己摔倒了 由于害怕自己没有钱之病 才勒索吴先生 当地的一名律师刑先生表示 吴先生是因为感觉自己被冤枉 而选择自杀的 这种情况和被讹诈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被俘老人和其家属 不应该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许多网友表示 这下更不敢做好事了 也不敢做好人 好人没有好报 好心救人 却为此搭上了自己的生命 做好事一定要拍照 留证据 保护好自己 防止被别人勒索 反咬一口 但愿每个人都能够变得善良一点 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 使这个社会更加信任 更加温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